美国政府致富比德森,国际经济资深研究员Gary Haber认为,中美贸易战持续时间 将远远超过拜登任职的四年。他提醒,中美贸易战已演变成第二次冷战的一部分。战况可能会有起伏。例如拜登在言语上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么激烈,但美中关系基本上已无可能回到小布殊和奥巴马时代。 经济学人致富,EIU,首席贸易分析Sinic Monroe也认为,拜登上任第一年大部分时间,都将优先处理国内疫情和经济困境。贸易问题处于次要地位。 不过他补充,中国可能是唯一例外。报道指出,拜登将从更换武器,策略及终极目标三方面着手。 1. 更换武器,集体谈判取代关税。拜登在竞选中也展示出对华强硬的态度。 为他女次批评特朗普无限制私家关税。在拜登和其支持者看来。 中国贸易不公平这个诊断无错。但关税若方错了。经济学人致富研究分析师指出,拜登可能不会挥舞关税大棒威胁中国,转移利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。 集体谈判以及国内税收政策来支持美国企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特朗普时代几乎被边缘化的。 2. 世界贸易组织,WTO,可能将重新发挥作用。 2. 更换目标,缩小也差到利用地缘政治。当拜登重数对华方针时,可能会减少针对盟友的关税。 集中压力对付中国,当然其中可能包括人权问题。 专家认为,拜登很可能利用中国,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摩擦,例如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,与澳洲的新贸易战,以及与日本南韩台湾的长期紧张关系。 对中国而言,这些国家中不乏重要的贸易伙伴,如果共同向中国施压,对中国经济打击将远超美国单打独斗。 3. 更换策略,全面施压到重点突破。今年疫情肆虐后,特朗普任内经济成绩被迅速抹去。 在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面前,贸易战带来的政治利益几乎不值一提。 特朗普试图将经济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,都定义为关乎国家安全。因此才对TikTok和华为等公司施加禁令。 3. 他认为,拜登会试图将国家安全问题限制在5G,人工智能,先进半導体及量子计算机等领域。 在这个较短清单上,拜登会尽量与美国盟友达成一致。 然后在2021年中期,拜登制定出对华大战略后,估计会豁免一部分对华关税。 然后,人权问题和地区安全可能将取代贸易,成为这位民主党总统对华政策的主菜。 他强调,在特朗普眼中,中国可能是一只吃人的老虎,拜登的眼中。 中国是一只可控的炮子。无论如何,贸易战可能会更换武器,策略,目标,中美关系长期恶化在所难免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